各位新浪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来到主题逻辑栏目 现在是2021年12月22日下午已经收盘了 各大指数全线下跌 相信今天这一个走势啊 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内心是比较难过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炒股 只要炒股了就会经常性的遇到 像今天这样的杀跌 那么此时再去抱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弄明白今天的这一个下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它接下来会不会带动市场 出现整体性的大幅度的下挫 还是说今天依然是属于一个趋势结构中的洗盘行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从三个方向来分析市场 首先我们分析技术面该怎么看 第二个就是趋势面该怎么看 第三个就是市场的蛛丝马迹 告诉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应对这个市场 我们首先来看技术面 技术面来看各大指数的一个变化 上升指数今天下跌了1.07% 跌破了3600点 击穿了心理点位 这也放大了市场的一个恐慌情绪 那么今天跌的最大的方向是来自于 创业版50 暴跌了3.3% 创业版指数大跌接近3%左右 而上升50方向今天跌的最少 跌的只有0.72% 为什么跌的少呢 这是因为上升50方向的一些权重品种 今天跌的比较少 沪生300今天下跌了1.5% 几乎是上升50的一倍 那这个走势就意味着上升50和沪生300出现了比较大的背离 这在之前是比较罕见的 这个背离是怎么来的 那么我们要弄明白的就是宁德时代的作用 在12月中旬的时候 宁德时代终于调入了沪生300成分股 我们在当时讲阴眼宏观的时候 就已经指出一个核心的观点 把宁德时代为首的新能源调入到沪生300里面 它的目的是用这些高位的品种来制约A股新一个方向的上涨 那么这个新一个方向的上涨 我们给的观点是A股财富的第三部曲 那就是主板低位方向 比如说大金融 比如说中指头 这两个方向非常容易带动大盘指数脉冲 好了 现在把宁德时代调进来之后 只要市场上涨的时候 那么把宁德时代压下去 也就能把整个指数带下去 今天市场的整个的下跌的主要动力 做空动力就是来自于宁德时代 这个我们在今天中午主题逻辑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 我们还给出一个观点 如果说今天下午宁德时代 它继续在盘中创出新低 那也就意味着今天主题机构 砸盘的动作不会停止 那么市场将会继续下错 很不幸今天下午宁德时代是继续下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 盘中每一次都创出一个低点 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告诉大家 如果说权重工具股当中 有某一只品种 当日不断的去创新低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主题机构 它今天是要以这个品种为首来进行做空的 今天上午的时候 宁德时代就已经是不断的盘中创出新低 带动指数不断的下行 那么下午的话 依然走这么一个态势 也就把整个指数给带下来了 为什么宁德时代忽然间就变得这么重要了 这就得讲到它调入到护生300成分股的一系列作用 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点是要让大家看明白 市场当中今天最核心的一个点 宁德时代 它开始走向了我们A股市场当中金融衍生品权重工具股的这一个节点 那么之前宁德时代管你怎么涨 它又不是护生300成分股 那么就跟金融衍生品的股指期化期权都没有很大关系 但是现在关系就大了去了 好讲完这个点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大盘的技术面形态该如何去理解 上证指数今天这一个沙跌 在整个技术面形态当中就已经变得非常难看了 首先五均线已经开始下穿到十均线了 并且连续两天的这一个下跌 已经是把各大均线指数都已经给洞穿了 那么从技术面形态而言呢 接下来市场是要进入到一个持续下跌的状态了 并且量能也是在放大的 这是技术面形态 好这是技术面的均线形态 我们再来看一下筹码形态 从筹码形态而言呢 我们在前期的时候我指出 如果说这一轮市场因为期权的因素 再度出现一个杀跌 能承受的心理点位是3600点 那么今天是已经跌破了3600点 市场的恐慌情绪进一步示范了 不过呢再往下走 它是属于整个主力机构的底仓筹码 也就这里比较集中的地方 这个底仓筹码还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 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震荡整理 才形成的这个主力底仓筹码 那么跌至这个主力底仓筹码 也就意味着主力在现货反映 就在股票方向 他们的成本已经开始亏损了 那么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市场再想大力度的杀跌 能力值就会减弱 或者说做空的动能 就会进行减弱了 这是我们从筹码方向去进行分析 那么现在矛盾来了 技术面形态而言呢 市场是有继续下行的一个走势的 但是从筹码理论来讲 再往下跌 都是跌入了主力的这一个成本区间了 那么该怎么办 那么大概率就是 再往下跌的时候 市场就容易出现探底回升 或者说再往下跌 市场容易出现止跌回升的态势 不用再过于担忧市场再度大幅度杀跌了 这是我们从技术形态上去看的 那如果说你依然很担心市场继续下挫 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 无非只有两种方法 我们主力逻辑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通过持有主板低位方向的品种 来应对市场出现了中短期的波动 因为我们在趋势上的分析 认为市场是会继续向上的 那么这一个杀跌依然跟期权相关 并且这一个月的期权呢 它是属于12月份的期权大约 之前有很多的人天天留言说 老师这一个月期权会不会杀跌 我说大不大幅度杀跌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会有震荡压制的 但是呢目前整个走势呢 显然是比我的预判还要糟糕 它不仅仅是震荡压制的 并且再度出现大幅度杀跌 这就说明啊 只要是进入到了一个 3692的金融衍生品 交割的大月份的时候啊 主力机构往往都会通过做空 来进行获利 本来我们预判上证指数啊 它是在这么一个区间进行 震荡整理消耗时间的 但是目前是明显跌破了 我们的这个预判属于超预期的 在这种状态当中呢 那么我们应对的策略刚才已经讲过了 还是忽略中短期的波动 以持股主板低位方向来应对 时间换空间 那么如果说你不认同这个观点呢 那么你希望的就是说 要通过仓位来进行控制 那么就得按照自己的逻辑去 你看你到底是进行在这个地方 为了反制市场继续大幅度杀跌 要进行减仓啊或怎么样啊 那么我们在趋势观点认为的话 再往下杀跌 我们是属于加仓的阶段 不是减仓的阶段 当然很多人也没钱加仓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手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技术面 那么从趋势面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趋势面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周线级别 会看得更加的明白 周线级别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市场的一个中枢 是在什么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筹码高度集中的一个方向 是今年一整年以来 从五月份开始以来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域 你想把这个区域再跌下去 我们认为这一个趋势是非常弱的 或者说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说出现把这个大趋势 大幅度的一个下杀下去之后啊 那么整个A股的结构就又再度发生了变化 那有没有可能类似于今年的7月份 跌到60的均线 跟今年的8月份跌到60的均线呢 我们认为跌到这个点位 目前来看它的概率值都会比较低 因为毕竟市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震荡整理 再加上近期北向资金大幅度的买入 这个阶段的买入并不是说是开玩笑的 而是一口气买了700多个亿 哪怕就是今天 再有出现一个卖出的动作 我们来看 卖出接近10个亿左右 两天时间也就卖出75亿 跟前面买进800个亿额 目前还剩下750亿左右 所以说主力机构 并且这个买入的点位是在什么时候呢 这个买入的点位是在A股 在3600点上方买入居多 那么现在都已经重新回到3600点下方了 那么北向资金为止的主力机构 难道都是进来买套的吗 这是进来追高的吗 那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是因为这一轮的下沙 他们是可以通过金融衍生品对冲进行获利 获利完了之后再度进行抄底 所以说从趋势上面分析 我们认为市场目前跌到了整个主力底仓 从嘛密集区的时候 我们的观点是进行买 而不是说进行卖出 那么后续市场经过这一个期权的沙迪走 继续向上走突破前高的整个的逻辑 在趋势面当中我们依然是不改变的 在技术面当中我们认为这一次这样跌下来 这会明天后天还是期权交割之前 会进行继续震荡整理 那么接下来震荡整理 大概率应该是小幅度的一个震荡回升的走势 哪怕接下来再往下探一点 容易出现向上走 也就在整个技术的形态的走势呢 应该有可能是下探一点点 然后就开始出现向上走呢 这是我们对于整个市场 接下来一个预判值 这是讲到了趋势面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该如何进行应对 再讲如何应对呢 那么我们就得去了解今天市场的一些蛛丝马迹的 蛛丝马迹当中我们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有讲到 北向资金今天上午是出现一个坦平的 为什么坦平呢 是因为在经过上周五的一个沙跌之后 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恐慌情绪 今天上午北向资金基本上是既不买入 也不流出一个横盘震荡整理 那么市场依然是源源不断的杀跌 这个时候我讲了 它是在进行从容的减货的 减一些优质的筹码 而减的筹码是在什么方向 从宁德时代条路护生300开始杀跌 我们认为主力机构要去减的一定是什么 主板低位方向 比如说中字头 比如说大金融 虽然说今天大金融券上也在跌 但是并不妨碍主力机构逢击进行减货 好了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北向资金却一反今天上午的常态 出现了一个下杀 那么这一个动作该如何去理解呢 下杀的方向是来自于互补通 那是因为今天下午开盘之后 市场出现了一个小幅度回升的动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正是因为这一个小幅度回升的动作 让主力机构认为今天市场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一个低位回升的态势 这跟今天主力机构 它以杀跌金融衍生品是相背离的 那么为了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它要做什么动作呢 那么下午的时候就动用了手中的这一些筹码进行了一个压制 比如说今天上午的时候市场 互生300方向一直在创新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正50方向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它并没有说有过多的创出新低的走势 基本上达到前期低点的时候就开始有反弹 那么下午这个开盘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快速的上冲 好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为了防止你下午能上去 那么我只能出手了 出手砸权重工具股 除了宁得时代之外的几个品种 所以呢上正50 ETF也就开始下来了 那么这一个杂的对象呢 就是来自于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平安下午有一个回落 然后中信证券下午有个回落 那么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在了 整个北向资金当中 那么我们讲北向资金这一个细节 是要告诉大家 今天试谈的整个的走势 依然是由北向资金在进行参与的 北向资金并没有改变它的状态 很多人认为这一个监管层要开始杀假外资了 但是我们指出这个假外资监管层认定的量级非常的小 根本就不会影响到A股北向资金当中的主题机构 比如说是主题机构在香港 利用香港的身份开个户不就OK了吗 所以说整个市场的结构它没有改变 北向资金在里面进行捣鬼的结构也没有改变 那么既然是由北向资金参与的一个杀权重工具股杀金融原生品的方向 也就意味着他们依然能够从这一波杀跌当中进行获利 获利之后呢 接下来会重新去买这段时间进行砸盘的筹码 那么把这个点弄清楚之后 我们再来讲如何去应对这个市场 应对这个市场之前 我们要来看一下沪生300指数 沪生300指数 它的整个的走势 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这是需要每一个人都记住的 这个特征就是来自于市场的一个动向 这个动向就是 为大家放大一点啊 就是期权股指期货交割大月的时候 市场往往是容易出现较大幅度的一个下挫的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是12月份期权交割大月 这个地方是9月份期权交割大月 这个地方是6月份期权交割大月 这个地方是3月份期权交割大月 每一次期权交割大月 已经呈现出了百分百的一个杀跌的态势 这就意味着里面有两个节点 我要把告诉大家 第一个就是 3 6 9 12 为什么会容易出现一个杀跌的走势呢 因为有很多有很多 做空合约 对冲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整个品种当中买了很多的是股票 只有上涨才能挣钱 那么我要进行对冲怎么办 配置了很多对冲的合约 那么到了3 6 9 12的时候 这些对冲合约交割了 对冲合约交割 那么做空能够干嘛 挽回这一些做空合约的损失 甚至是可以挣钱 然后第三个点结束之后 继续 继续 买入 杂盘的现货筹码 那么这个现货筹码就是我们讲过的 这一系列的主板低位方向 或者权重品种方向 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理解 那么通过这些点 我们会发现 每当3月份出现一个杂盘之后 你看出现回升 然后6月份杂盘之后 也出现一个回升 这个地方是9月份杂盘之后 也出现一个回升 所以说通过金融衍生品的方向 我们就能够看到 大月合约杂盘之后 市场都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走势的 这是我们对于整个市场的理解 所以说对于12月份杂盘之后 12月底到1月份的时候 市场是有完散去的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 我们也讲过 期权因素的干扰 我们认为跨年行情较好的点位 应该是在12月底到1月份的时候 其实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也发生过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去年上 当然它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 去年12月份的情况是什么呢 它是属于 先砸后瓶再涨 也就是说上中旬的时候砸 然后再出现一个瓶再往上涨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是调过来的 调过来什么呢 是先涨后砸 再平再上 我认为市场大概走这种态势啊 就是先涨 然后砸下来 然后再平再上 很多人讲啊 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前去预判这个东西呢 那这个我是没办法做到的 因为主力机构到底要怎么去做 你只有走出来 你才知道他到底怎么去玩 这个金融衍生品的市场 但是通过这一次的走势 我们要吸取教训 也就是以后每个月遇到3692期权大合约的时候啊 只要北向资金引导的主力机构的逻辑没变 那么我们都是值得警惕的 好了 讲完这些点之后呢 我们在想如何去应对目前市场的一个变动 我们认为这一个的调整之后 那么接下来更大的概率是什么 我们刚才已经想到先涨后砸再平 平就是震荡整理一下 后续市场将会继续向上走的 所以说既然是趋势上是有震荡整理 在这个地方进行凭证 然后再向上走的逻辑呢 那么我们怎么应对呢 你要么就是按照我讲的方法 持有主板低位方向和具有内在价值方向 耐心的等 要么就是干嘛 有资金了 在跌下来的时候可以去买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主力逻辑能告诉你的东西 这也是我们把整个市场分析的比较透彻了 那么最后一个点呢 很多人关心两个点 一个就是 年龙时代大跌了 带动整个新能源暴跌 那么里矿方向怎么办 其实我们要去看的是 里矿今天是继续涨价的 越涨价越跟股价形成一个背离 那么到一定时间节点的时候 它会迎来一个回升 所以说在上周末主力逻辑的 也就是昨天晚上 我们指出本周市场 它最大的概率是什么 本周市场是止跌回升 我为什么用的是止跌这两个字 就是为了防止害怕今天市场继续跌 如果说不跌就没有什么止跌 就直接上升了 所以说我们讲到本周市场是止跌回升 这是第一个核心 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呢 那就是本周市场将会再度出现 ABC策略 这个A策略当中就是 里矿资源为首的 里矿为首的新能源回升行情 回升行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利用 本周剩下的四个交易日 来进行见证我们的这一个预判 好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晚上热点解析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